所以我們在這個地方要向台北市的退休或是一些離職的醫務人員發出徵集令 現在國家需要你們來到防疫前線作戰 雖然目前疫情還是相當嚴重 但是我們從數據上看起來 昨天台北市有四個快篩戰 總共篩檢了1213人 不過陽性率平均是5.1% 所以從過去五天看起來 從11% 再9.7% 再10% 再7.9% 再5.1% 那今天早上到現在 我剛才最近的數據看起來是5.2% 所以也就是說雖然疫情還是蠻嚴峻的 但是因為透過大家活動的下降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疫情還是有一點控制 當然是這樣 如果大家開始又活動起來 它就再蔓延起來 所以從今天又開始整個停課 活動會繼續下降 所以我們希望說表示說 這個停止活動 減少傳染的機會 在公共衛生上的防疫效果是有的 因為從這個 我們萬華這快篩戰的數字上看起來 當然有人說那個 母群體不見得每天都一樣 這個我知道 但是就從統計上看起來 雖然不是100%準確 但趨勢上看起來 目前這個傳染是可以被壓制下來 確診者 大概只有20%的需要醫院 那 只有4%的需要大概加護病房 那也就是說我們要 要確診者不一定馬上送到醫院 甚至將來有一些確診者 會直接就在防疫旅館就出院 就解除隔離 但是因為這樣 雖然我們 放到這個防疫旅館 但還是要 要有醫護人員監測 所以我們 在這個地方 要向 台北市的人 退休 或是一些離職的醫護人員 發出徵集令 你知道 現在國家需要你們 你知道 來到防疫前線作戰 那主要是要用在這個 防疫旅館 檢疫所的一些 一些病人的健康